副国级领导人李佩瑶如何死在武警哨兵刀下 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死于一个武警哨兵刀下 这桩28年前的旧案最近被中国境内网媒和中共大外宣竞相翻炒 之所以仍能引起读者兴趣 就是因为案件发生的实在是过于蹊跷 近日 一则28年前发生的中共在位副国级领导人死于武警哨兵历任之下的往事 被莫名其妙地重新炒起 新唐人的副国级高官遭杀案翻炒 影射中南海乱局一文中说 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佩瑶28年前被其警卫砍杀 官方指警卫行舰时被发现后行凶 民间则盛传是李佩瑶强奸了保姆张金龙的妹妹被张砍杀 近日这一谜案被港媒翻炒 客观上似有影射中南海当下乱局之意 上网查队了一下 发现这家翻炒28年前就案的党媒并不是自由派媒体 而是如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英文中国日报等中共官媒派驻美国的分支机构一样 被美国司法部指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共大外宣之一星岛 本月20日该大外宣刊登出其案解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被杀19岁 武警盗窃被撞破狂斩55刀细节曝光一文 文中开头就是副委员长也会被杀 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佩瑶在家中遭年轻武警被杀 全身被斩55刀 手法极端凶残 震惊中外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 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同时也引发各种谣言 有的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 有人说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 也有的给李佩瑶泼脏水 紧接着该媒体似乎是意犹未尽 又发了一篇奇案解密 港产国家领导人李佩瑶被杀 曾谣言四起 案发时独居正与七板离婚 文章的手段是 由于信息的不公开核情况的不透明 社会上谣言四起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 1996年被武警杀害 据前公安部官员佐纸金在书中回忆 当时有人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 因为李几天前刚谴责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搞台独 还有人猜测李佩瑶与落马的北京书记陈希同落马有牵连 前两年网上还有些给他李佩瑶泼脏水的东西 这里解释一下 之所以说这个中共前国家领导人李佩瑶是所谓港产 只是因为此人的出生地是乡党 他的父亲李己申是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1945年抗战结束后宣布脱离蒋中正之中国国民党 继而于1948年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 此组织成为日后的中共政协制下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李己申也凭此政治资本 在中共中央政权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9年并逝 身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己申 历史上至少有过三次与蒋介石的决裂 战乱期间 其家眷一直都被安置在乡党 李己申一共生了六个儿子 五个女儿 1933年6月出生的李佩瑶 在男孩中排行第五 和比他年幼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是生在乡党 所以大外宣的报道文章中特别强调 李佩瑶因为是出生在香港 所以才受到良好的教育 中共建政之初 因为父亲李己申身居中共政权高位 所以李佩瑶高中毕业后 才能顺利进入政审严格的北京航空学院 在该院的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 李佩瑶先在南昌航空学校当了一年教员 然后被调进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 在那里从技术员干到高级工程师 坚持了整整三十年 1986年 接受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的提议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己申 和其他几个民革创党元老的后代中 寻找民革中央领导干部的接班人 发现李己申的众多子女中 李佩瑶是最堪造就的一个 于是派一位局长到南昌 要求江西省委统战部 尽快安排李佩瑶完成民革的入党手续 于是李佩瑶入党的当天 就被直接安排成了 民革江西省委员会的副主委 第一年是不脱产 第二年便全职进入 1988年 李佩瑶被安排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后 当年就出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 并以此身份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和国务院劳动部副部长等职 1992年12月 民革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接受了朱学范的辞职请求 他推荐的接班人李佩瑶 官至政省部级待遇的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 自年3月 李佩瑶被安排为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位朱学范 当年也是与李启深和何湘宁等人 共同谋划分裂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之一 酝酿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 他即在首任主席李启深手下 出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 所以在自己主动退休时 把民革交给李启深的儿子职长 是他晚年最疏心的一件政治大事 但他怎么也未能料到 就在他91岁高龄去世后 不到一个月 他的接班人 10年才63岁的李佩瑶 居然死于非命 继而又不幸的是 李佩瑶的六弟 只比他年轻的一岁李佩前 居然也在五个遇害的一个多月后 在北京病逝 终年62岁 李佩瑶遇害后 中共颁发的《生平简历》中 推崇他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夸赞他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影响 广泛联系台湾和海外亲友 沟通感情 介绍国内情况 为祖国和平统一 做了大量工作 他曾致电台湾国民党领导人 提出遵循孙中山先生一教 加强两岸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 这里讲的故事 是指1995年1月 江泽民发表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而继续奋斗 提出所谓八项主张之后 李佩瑶即奉命通过当时的 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曾永贤 留在北京的联络人 给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 和时任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连战写信 告知对方江泽民主席的 对台新主张充满善意 但是就在当年 李登辉总统成功重返了 他在美国的母校康奈尔大学 并在中共当局 对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声望中 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 常在我心的公开演说 首次提出中华国民 在台湾的国家定位 忍无可忍的江泽民认为 李登辉这是敬酒不吃之罚酒 下令对台湾海峡 进行东风导弹试射 台海危机就此开始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背景 所以李佩瑶突然在家中 遇害的消息已经证实 无论是中共高层 还是民阁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们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政治暗杀 以致负责侦办此案的 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白景富 在相关会议上介绍情况时 一张嘴就先声称 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 和其他背景的案件 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反而给怀疑论者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当然 逼者也相信 杀害李佩瑶的人没有政治目的 虽然中共当局 在宣传和推崇李启深的文章中 说他当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 肉中刺 欲至此地而后快 但时隔几十年之后 在台湾继承的蒋介石 政治一波的蒋经国都已经做古 此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 在没有万分之一的理由 去对李启深的儿子下手 至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的说法 就更不合逻辑 要把当年江泽民亲自下令处死 另外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陈克杰的目的说 城市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 也许还勉强成立 众所周知 江泽民在位时期 先后有两个在位全国人大委员长 死于非命 1096年2月时任 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 是死于武警战士的菜刀之下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的 唯一一名在位遇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四年之后 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与李佩瑶同岁的陈克杰 死于独针注射室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被司法机关处决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回过头来 继续说李佩瑶案 笔者注意到 事实上在本文前面 介绍的大外宣 最近突然 对外热潮党和国家领导人李佩瑶 遇害旧文之前的几个月 中国内地的几大网站上 已经就此案热闹过一个阶段了 去年10月13日 网易网刊登 96年李己身之死李佩瑶 惨遭杀害 凶手竟是战党哨兵 什么情况 十天之后 这家网站也是意犹未尽 又刊发他官至副国籍 63岁被贴身警卫杀害 武警司令和政委 因此被免职 一文 文章的导演很抓眼球 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 造成恶劣影响最大的案件 当属警卫战士杀害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原民革中央主席李佩瑶案件 因此案件发生于1996年2月2日 称为2.2案件 不过 网易的这第二篇文章的小编 显然是为了更吸引读者眼球 才在标题中用了贴身警卫的说法 其实在文章里面 还是引述了当年参与办案人士的说法 杀人者只是警卫整个住宅区的 一个外勤少尉上的战岗兵 何来贴身之说 接下来 更吊读者胃口的炒作是 一个月前的2023年12日11日 搜狐网刊登了 揭秘李佩瑶谋杀案 1996年的悬案 仍未破解 一文 说的是1996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李佩瑶 在家中不幸遇刺身亡 这起案件 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之一 至今 已经过去了近30年 但此案依然悬而未破 引发广泛关注 尽管警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至今仍无法找到凶手 笔者不相信 搜狐的小编 不但在编发揭秘李佩瑶谋杀案 1996年的悬案 仍未破解 一文之前 对此案的内容一无所知 而且 在编发的过程中 也没有上网搜索 核对一下 关于李佩瑶案的基本信息 所以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搜狐的小编 眼看网易 把一桩28年前的旧案 加个耸动的标题 还能大转点击 于是 干脆把此案 杜转成 依然悬而未破 无疑是照转点击 至于前面引述的 中共大外宣 对李佩瑶身后 被泼脏水一事 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是 19或20年前 网络上 确实张挂出过一篇 署名无欢的文章 标题是 凭李佩瑶遇害以后 大人物的面子 与小人物的尊严 大致内容就是 李佩瑶生前 已经与妻子分居 那个叫张金龙的武警 见他可怜 便把自己的妹妹 从农村找来 给李佩瑶当保姆 没想到 李佩瑶糟蹋了他妹妹 至其怀孕后 又无情地将其赶走 张金龙是义愤杀人 这篇文章 刚刚挂到网上的时候 作者只是署名无欢 不过后来 此文被转来转去 有好使者 在转引文章的结尾 加注了作者是 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儿子 著名书画家 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几句 笔者查队了一下 这位书画家 无欢是在2008年 才当上政协委员的 所以准确地说 如上故事的原委 是重名之物 而不是冒名之伪 至于文章中 故事的内容 是真是伪 笔者不好评判 但当年官方版本的 案情介绍里所说的 对于李佩瑶 家里没有值班内勤的说法 笔者确实持 相当的怀疑态度 李佩瑶被害的住处 位于北京新街 口外大街四号院中的 一座独栋二层小楼 大概是1988年的事情 笔者曾经去那里两次 探访北市大老校友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周古城老先生 两次都是秘书带进去的 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一楼客厅里 聚拢着十几个武警战士 边聊天边看电视 一见来了 客人就都坐鸟受散了 只有一个留在客厅里 按秘书的吩咐 先上楼去向首长 通报客人一道 然后就是端茶倒水 等我们与周古老开聊 这个战士就推到客厅 正门一侧的值班小屋里 坐着去了 谈天说地之间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周老您平时 都有这么多武警战士保卫吗 没等周老回答 秘书便带答说 平时内勤只有一个 刚才那些都是外勤秀班的 小伙子们平时知道 周老最和蔼 所以常常成帮结伙地 到周老这里蹭电视看 周古城老担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前世 长期居住上海的 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北京前后住了十年时间 1993年退位当月 就回到上海居住 直到病逝 都没有再回北京 而正是在周古老退位的同时 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佩瑶 嵌入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四号院里 是否正好住的 就是周古城老藤出来的那一栋小楼 笔者不敢肯定 但那个大院里 只有几座结构 面积 外观都完全相同的 二层独栋小楼 是给副国际领导人住的 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进入该建筑的正门的一侧 是一门警卫室 值班室 记得当时周古老的秘书还介绍说 周老一辈子教书 刚刚当上国家领导人时 很不习惯 有一个天天喊他首长的警卫战士 守在他身边 只愿意接受一个秘书 一个司机 并由人大常委会在湖南 帮他挑选了一个讲家乡化的保姆 但是办公厅的同志告诉周老 内勤保卫在首长身边是必须的 不然一旦出点安全事故 没人负得起责任 正是因为 有国亲身造访时 任人大副委员长周古成老的 如上一段经历 笔者才无法相信 同样也是 人大副委员长的党和国家 在任领导人李佩瑶 居然平时 居然是一人 孤住在一座空荡的二层独栋楼里 身边没有家人也就算了 居然还没有内勤警卫 甚至也没有保姆 司机和秘书 居然不错